到目前为止,为了考量到稍后填色的缘故,我们画的都是封闭的曲线。 但是有些曲线呢,其实是开放的,就可以了。 例如,我们在车身上面看到这个车门的边线,还有像后车窗的这些边线,我们只要用开放的路径就可以了。 我在这边呢,一样选择比工具。 好,先放大好了。 车门的部分呢,我只要画这样的形状就可以了,不需要把它封闭起来。 好,拖曳到这个地方。 好,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 好,如果说我们要画一条新的线的话,按两下空白键,因为按一下空白键是切换到选取工具。 那如果再按一下空白键的话呢,就是切换回到刚才我们使用的工具。 那就是可以让你再画一条新的线。 好,我们放大这个部分。 好,那后车窗的这一条线,我们一样用笔工具把它画出来。 好,画到这个地方。 OK,停止,按空白键。 好,现在我们的物件已经越来越多,我们稍微分类一下。 因为等一下呢,我打算画这个尾翼这个部分,所以呢,我们可以用图层稍微管理一下我们的物件。 现在我的物件呢,都是画在车身上,这个图层上。 那我可以先新增一个图层。 像我刚才画了两个圆形,是车轮的旅圈。 那Kevin老师这边已经把名称命名好了。 不过呢,你会发现在这个图层,物件会越来越多。 而且等一下还会更多。 所以呢,我们可以在这边呢,再新增图层。 像我们车轮的部分,就可以建立一个图层。 好,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搬过来呢? 你先选取这两个物件。 然后用滑鼠拖曳,把它搬到车轮就可以了。 那因为车轮的部分,我们稍后才做。 所以呢,你暂时可以把它锁定起来。 好,折叠。 这样的话,我们就不用担心,再待会不小心去动到它。 好,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呢,我们也要给它适当的名称了。 更名,这个部分呢,是车门。 好,那接下来呢,我想要做尾翼的部分。 尾翼的部分呢,我要另外做。 所以,我在这边呢,另外再新增一个图层。 好,也给它适当的名称。 那么,有时候呢,你可能就可以把一些用不到的图层先隐藏起来。 各位,你可以看一下我在隐藏图层的时候, 如果说我要隐藏多个图层的话,我怎么做? 我可以按着滑鼠往下拖移。 你看,三个图层一起隐藏起来。 眼睛都闭起来,对不对? 好,我要让它这三个图层同时再显示出来的话, 按住滑鼠再往下拖移。 这一招你也可以在Photoshop或是Painter之类的软体使用。 好,我们再继续。 接下来我要画尾翼的部分, 所以我可以暂时先把这些用不到的图层先隐藏起来。 好,按Z切换到放大清工具。 注意你现在所在的图层是在尾翼上。 好,那么我们这个尾翼怎么画呢? 因为这个尾翼上面有一些光泽。 这个光泽的部分我们后面再处理就好了。 我们先把整个轮廓先做出来。 我先做这一块。 好,用笔工具。 你可以找一个点开始画。 好,我们在这边拖曳。 好,我们在这边拖曳。 如果你发现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, 可以把底下的参考图透明度调整一下。 好,这个点呢,因为现在是尖角锚点。 对不对?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先选择这个点。 我们把它改成平滑节点或是对称节点。 好,那你可以在选取的时候呢,把这个外框的宽度调细一点。 因为你调细一点的话会比较容易去捏出它的形状。 好,OK,造型大概做出来了。 再来,中间这个横桿。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,先做一个,先做一个,就是再点选再字。 好,目的其实跟刚才一样。 现在呢,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曲线重叠在一起。 好,我们再把这边的形状呢,做出来。 好,封闭起来。 OK,那我们只要把后面剔除掉就可以了嘛,对不对? 所以我们选取这两个图形。 好,然后 点选移除后面物件。 这样就做出来了,对不对? 好,OK,接下来是这一块。 这一块是不是也要跟刚才一样把它剪掉呢? 其实不用,因为到时候你只要调整顺序就可以了。 好,我们来做这一块。 放大检视。 我们把它的轮廓做出来就行了。 形状工具,不是,我们这边用笔工具来做。 形状工具是用来调整形状的。 好,形状工具是用来调整形状的。 所以我们把最后这个点把它变成对称节点。 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,平滑节点跟对称节点用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,就是看个人习惯。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一些细节的部分的话,可能就会有所不同。 好,OK。 那唯一的部分呢,大致就做完了。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子呢? 因为最后画的物件总是在上方,对不对? 好,我们先给它一个颜色。 你看,对了,这两个物件也是给它一个颜色。 我们给同样的颜色没有关系。 好,你看,这个位置就不对了嘛,对不对? 所以怎么做?其实很简单,你只要把这个曲线移到下方。 好,这样是不是就出来了,对不对? 它就会被中间的这一个横杆给覆盖掉。 好,所以你不用刻意去把它挖掉。 了解吗?好,OK。 好,再请各位看一下我们目前做到的进度。 好,也请各位待会先做到这个地方。 和大家做到这个地方。 好,好,好,OK。 好,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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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感谢观看